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个消息相对而言 对我们现在而言 时间过了几天 就是直接谈到王立军的事 那是指在王立军手下做警察的 这么一个中层干部 一个中层的警察 他有机会大概写了13万字 写了一篇见证王立军 谈到了王立军的所作所为 非常细节的内容 一个关键点就是 王立军本身他太典型的例子 他就是 他太经典了 他的一切的一切代表了这个国家的管制体系和管制手法 而薄熙来代表了整个这个国家本身的一个统治的概念 无论今天中共怎么把他打下去 他代表的是中共本身 所以这就是中共到高层到现在对他没办法的事情 对他没办法定罪 不知道怎么跟老百姓交代 胡锦涛老想把他隔绝开 就是把薄熙来跟共产党隔开 说这是他个人的事 没用 所以我一直说七十了 你也该下台了 你都小媳妇做这么多年了 你干嘛非要在这去找吧 干嘛非要找吧 舍得一身寡 敢把皇帝拉下马 这是原来说的 你就不能舍得你自己一身寡 能把共产党干脆碎了不就完了吗 而今天反过来我提到说 王立军跟薄熙来 哥俩一个比一个狠 一个比一个贼 但是他们的共通点都是利用体制往上爬 来获取自己的利益 正是同样的内在的价值观 造成他们之间实际是水火不相容 可是呢 表面上又成为一体 因为他们有着互补的需要 为彼此对方所用 才形成了这个概念 一旦出现冲突的时候 俩人分起来非常快 咔嚓都快 因为他们从来不是一心的 从来都是彼此相使用的 所以才出现了今天的场面 而他表现出了 而他真正代表的 可是这个社会的价值观 这个社会的处世的哲学 成功的精髓 所以这就是我说 为什么这篇文章虽然时间过去了一点点 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 德国之声的文章题目这么说 文章题目说 重庆警察独白 见证王立军 实际这篇文章是登在新世纪的网上 公开一共有13万字 一个警察的独白 那重庆警察内部人士 首次披露出 薄熙来王立军时代的大黑内幕 那中国知名的律师陈有希认为 警察对重庆司法内幕的披露 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我这里提醒大家 中国的政法委系统 整个的操守的做法 基本就是这样 看看这个王立军的操守的做法 一个另外一个警察 对王立军所作所为的操守 就是中共政法委系统 610系统 原来江泽民为基础 成立起来的写在帮的系统的 经典的表白 完全整体都是一样的 文章介绍呢 实际本文的作者 是重庆的一个中层警察 他自己做的 经过何时 陈有希自己也明确讲说 经过何时呢 是这么回事 整个文章共分为36节 详细记述了 王立军在重庆公安任职期内 如何折腾和推行运动式打黑 包括重庆警方 借以打黑 强夺民间私有资本 更揭示出 重庆公安内部 行政专家 警察等 如果对其做法 不予配合 或者提出反对意见的话 也被王立军撤职 殴打 以莫须有罪名 黑打 王立军 这个曾经被列为 国家一级阴谋的警察的背后 是一个又霸道又违法的势力 触目惊人 文章引用的是一位前 重庆警察退休前的评价 重庆公安局就像一个火药桶 随时可以引爆 我这里呢 他这里有一个着重点提到呢 就是重庆警察本身 如果不听从王立军的话呢 遭到了这种对待 我自己突然有一个词 可能很多警察听起来不舒服 谁做什么呢 谁都遭到报应 在中国 在共产党体制之下做警察呢 你想想你过去的时间里面 对别人有多狠 王立军对待你呢 你心里有点不太接受 出现了这种说法和那种说法 但你们 在以中国警察的名义 以法律的名义 在对待其他的维权人士 其他被强拆的人 十几年来对待法轮功学员 你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呢 如果从这点上说 王立军对你的制裁 对你的这种迫害 难道不是一种报应吗 从某点上说 真的是这样 你不用跟我咬牙 自个儿问自个儿 自个儿的利益受到伤害了 自个儿受到迫害了 牛脸你鸣不平了 你在这个体制之下 为了自己的钱财 为了自己的家 为了多买个房子 你去迫害别人的时候呢 这篇文章里提到了 目前被监禁在重庆的三个警察的妻子 表示要寻找机会 对外公布他们的丈夫被诬陷 以及在审讯期间遭到的酷刑 这三名警察包括重庆河川区公安局原政委冯平 另外两名 一个叫黄崇尊 另外一个叫杨斌 他们被指控涉嫌贪腐案件 和涉黑入狱商人提供非法保护 其中冯平被判刑17年 其他两名警察分别被判刑13年和12年 我想这三个妻子要不干 对这样的事情是真是假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具体这个案子本身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相信他们会有机会 可能申诉 可能这 可能那 我们不至于评判 我想说的就是道理很简单 一个区的公安局的政委 自己在自己整个警官的生涯当中 我问你 害过多少老百姓 我问你 迫害过多少法轮功 问自个儿 做媳妇的 老公把钱拿回家的时候 你问过老公这钱咋拿的吗 我不想冤枉任何人 可能没有 可能有 我也不是针对这三个人 我就还是说这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之下的政法委系统 他的钱一定是以迫害他人作为具体的案例 才能挣到 就像建筑商盖工厂 造车厂制造商建汽车一样 他必须有项目 才能把那超过军费的维稳费花掉 对吧 所以一定要想到 什么叫善恶有报 在自己鸣不平的时候 想想自己曾经给别人制造过多少的不公平 昧着良心 文章还提到说 这篇文章实际最初是由上海知名记者杨海鹏来保存的 那杨海鹏再次再把这篇东西转交给陈有希予以公布 那杨海鹏自己多次在新浪的微博上爆料 并且随后得到证实 杨海鹏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说 他们的作证会推动公众对极权政权的认识 这一点是非常清楚 他还说 因为没有得到当事人的认可授权 他不能对作者本身予以公开 他已经详尽了读完了全文 而且对重庆司法内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他说我知道作者是谁 但不便透露 我详细看过此书 我认为荒唐透顶 重庆的公安荒唐透顶 今天中共的体制荒唐透顶 重庆的事情表现出中共整个体制的操守 对吧 两手都要硬 共产党维护体制就是两手都要硬 一手是宣传媒体骗人 另外一手就是打杀杀戮鲜血恐吓 那杨海鹏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 也认为重庆带出来的实际是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司法的现状 执政当局如何面对和处理司法的黑幕 目前的情况并不清楚 虽然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大局已定 两个人肯定会受到司法处理 但是十八大后的路线不是不明朗的 他们要先解决组织路线 先解决人事问题 再解决政治问题 包括重庆和其他地方 我觉得形势都不明朗 总体上他们不愿意引爆党内的矛盾 这个说的很准确 我自己也认同 暴露 王立军薄熙来暴露出来的 是中共整个体制内部的不合法性 但他们又想维护共产党的这种吃人的社会 所以才给自己造成了尴尬的局面 所以也就造成了胡温 今天被曾庆红周永康抓住了机会来进行反扑 别的都不存在 所以我想说整个文章披露出来的 正是这个社会本身 所以杨海鹏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认识很清楚 他最后总结说 目前我们看到的一切 等于是一个整个社会的噩梦 我们现在要防止的是一种 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 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 防止什么呀 我们正在这样的路线其中 因为共产党存在一天 就是这样的路线 中国有可能再次出现 通过各种手段 没收私人资本 形成权贵主导的社会形态 现在就是权贵主党的社会形态 不仅仅是权贵主导 按党的话说 那叫外国主义 因为党的高层的家属全是外国人 我们必须坚守底线 你坚守什么底线 底线在哪呢 底线在哪呢 社会没道德 怎么去称底线呢 人性被体制扼杀 怎么称底线呢 不能这样放肆的以法律之名 作弊和掠夺 法律是党的领袖们 整人的工具 不是以党的名义 作弊和掠夺 以党的名义 大大方方的拿走 就像我说那概念似的 买的房子都是使用权 都不是你家的 还有什么掠夺不掠夺呢 今天在中国社会 这是个普遍现象 不是社会的普遍现象 这个中国社会的基础 就是以此方式存在的 杀戮 谎言 扼杀人性 以党性代替人性 扼杀做人的尊严和道德 这就是这篇文章 真正的价值所在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